新加坡Vlog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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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Where History Gets Social Where History Gets Social Where History Gets Social 新加坡Vlog Awards 2011 History Gets Social 由欧麦主办的第四届新加坡部落格大奖 打着History Gets Social的口号 在一场热闹欢腾的派对中完满落幕 今年历史人物也要赶上社交媒体的热潮 好些博客都根据这个主题精心打扮 让会场增添不少声色 而颁奖里的特别来宾 社会发展青年级体育部代部长 兼新闻通讯及艺术部政务部长陈振生少将 应该也会对这群新媒体新声代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很多人,我可能会看到你的网络 但我从来没有看到你的真正 所以今天,武山正面后 尽快能见到你的真正 我很高兴在那里 The Oh My team 已经活着活着我们的新闻 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像这些 已经在第四季之后 只有一种 有关增长在这些年轮上 而是非常困难 去看新加坡人的参加坡人 新加坡人是在外面 和外国人的参加坡人 谈到上网写部落格 陈振生少将 更是鼓励大家 踊跃地在社交媒体平台 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建议这个机会 鼓励每个人 使用网络 作为一种方式 去得知其他人的文化 和学习从不同的观点 你的网络和其他社交媒体 是声音 代表社交媒体平台 一起 你会形成了谈谈 什么是在过去 现在 和什么是在未来的 今年 新加坡部落格大奖 颁奖盛会 一共颁发了16个奖项 得奖博客难掩兴奋之情 从部长的手中 接过由本地多元艺术大师 陈瑞宪设计的部落格顶 同时 也为自己赢取了 丰富的旅游 科技 餐饮等 奖品礼券 其中 来自澳洲 目前在银行任职的Peter 连续第二年 凭着部落格 RCP.com 赢得最不可思议 部落格奖 这对他而言 是否也有点不可思议呢 新加坡部落格大奖 每一年都不断发掘并肯定 新的部落格 今年就增设了最佳家庭部落格 最佳时尚部落格 最佳旅游部落格 以及最佳综合社交媒体 部落格这四个主要奖项 来自马来西亚的入围博客 Velin 专程来新出席盛会 果然就让他捧走了 最佳时尚部落格 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惊讶 因为其实我们完全不知道 成绩是怎么样的 然后是突然间就公布 然后就因为场面真的是 非常热闹 所以就上去 上去过后 然后就握手到下来 因为之前我上一次是代表 阿宝嘛 阿宝德这样上去 然后上去的时候 就下来过后 现在就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我可以去 澳大利亚了 他们都非常强 真的因为我没有想过 就是自己可以 就是会胜出 刚才朋友问我 你觉得你自己的 赢的机会大不大 然后我就说 应该五十五十吧 因为其他的 真的其他的contest 他们真的太强了 承让承让 他们有好几个 我都蛮喜欢的 迈入第四个年头 入围部落格的素质 也在不断提高 评审团每一年 都要伤透脑筋 仔细地为部落格评分 我觉得真的这一次在看 我觉得每一年都看到 部落格的这一种水准的提高 首先从旅游的角度来讲 我给评分比较高的 这些部落格是 他不只是在视觉上 带我去一个地方 而且他的那个照片 必须要超越 那些各地旅游出镜局 能够给我看到最好看的画面 我觉得是风土人情吧 我要看到人 那么同时呢 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 他们自己写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感受 我们的技术每年都会增加 它不单的 也就不是单纯 因为我认为 只是人们在写出镜局 也应该是人们在写出镜局 然后 通常是 约有说的 在联系中的 进口中的 那意思是,如果你看到一件事你不喜歡,就直接砍掉它 所以我認為那種的直播 會導致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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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三年代的評論,你真的可以看到更新的改變 不便來講,新加坡的小朋友 年輕人都比較缺少自己的看法 他們自己的主見非常缺乏 但是讓我比較驚訝的是 雖然我看到這個應該是最具個人特色的部落格的獎項 但是我發現說他們都有自己的一套的想法 那並不是就是非常水波逐流的 我覺得這非常可取 2011年新加坡部落格大獎成績已正式出爐 期待所有博客們再接再厲 繼續在各自的部落格發表更精彩的作品